大家好 我是北京大学马克主义学院的陈培勇 我给大家分享的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二部分的内容 这部分的题目我们都知道就叫开辟马克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我想从五个方面 也就是从五句话来给大家谈一谈 我对这部分一些重要论断 一些重大命题的学习体会 第一句话 不断谱写马克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这是从指导思想 从理论创新方面来强调我们党的历史责任 我们会发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有很多次使用 这个马克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表述 我们有必要从学理上思考一下 这个马克主义中国化与马克主义时代化 这两个范畴之间有什么样的议统 我们新时代为什么要突出强调马克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 马克主义中国化 我们从字面的意义可以去理解 它就是要丰富和发展马克主义理论 同时也要解决问题 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这个过程 可以说它是化马克主义与化中国的统一 马克主义时代化 它强调的是以新的实践的探索和时代的特征 来完善和创造理论 用发展的马克主义来回应时代需要 引领我们时代的发展 可以说它是化马克主义与化时代的统一 也就是说 马克主义中国化和马克主义时代化 这两个词 一个是化马克主义与化中国的统一 一个是化马克主义与化时代的统一 根本上的这个共同点我们能够看到 它都包含着化马克主义的内容 其实都是对教条的僵化的对待马克主义 持批判态度 都强调要把坚持与发展马克主义 相统一这样的一种科学的方法论 这两者之间只所以不可分割 根本上体现在我们讲这个综合化中强调的中国具体实际 包含中国的基本国情 也包含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包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但是呢也包含中国的实践和时代特征 就是现实中我们不可能 也不应当来脱离中国所在的世界 中国所处的时代 具体而言中国具体实际 它是变化中的实际 是世界中的实际 中国化也同时是时代化的过程 但是呢中国化也不能完全涵盖时代化的意思 两者还是存在差异的 甚至还会出现对立冲突的一面 根本的差异在于 马克思与中国化 他强调的是空间的维度 而马克思与时代化 他强调的则是时间的维度 时代化 如果就是指在中国的时代化 我们可以 将马克思与中国化 与马克思与时代化 看作同一个过程 两者并不是冲突的 但如果是这个时代化 是指人类社会 是指世界历史的时代化 那么这两者就可能会出现不一致 甚至会出现冲突 我们在中国化之后 来补充强调时代化 很显然啊 我觉得这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是具有时代意义 是具有世界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肯定 使用马克思与中国化时代化 这样的表述 根本上就是来强调 马克思与中国化 不仅改变了中国 具有中国的意义 而且正在改变世界 具有世界的意义 它不仅具有当时的意义 也具有今天这个时代的意义 尤其是在今天 我们说洞察时代大势 把握力是主动 引领时代前行 它已经成为我们马克思与中国化 其中的应有之一 所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越来越成为 人们改变世界的这个强大思想武器 而作为这个世界马克思主义 尤为重要的一个构成部分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它不仅展现出啊 对于中华民族的重大意义 而且也展现出对于 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 对于人类社会前途命运的 这个深远影响 我觉得这是对这句话的一个理解 那么我们理解的第二句话 就是实践告诉我们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 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过的 党的二十大报告 这一次首次补充强调的是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那么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 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这一个新的论述啊 有什么样的深意 也值得我们好好地去学习领会 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 这里的归根到底 可以从两个维度来把握 一个是从源头上看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 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过程中 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才有了中国共产党 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所以这个归根到底啊 它就是说 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是源头 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的意思 另一个方面 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上看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百年奋斗历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实践探索 都是由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来指导的 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我们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的能 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好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 归根到底 他是说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型 而这个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型 我们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型 也就是说是毛泽东思想 邓耀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型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与马克思列宁主义 共同来作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构成部分 我们讲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从这个普遍性总体性来讲 那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型 而从特殊性 从具体性上来讲 那就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型 另外一个就是 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型 它是在表达一个意思 就是只有不断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行 就它说明什么呢 它说明马克思主义型 不是每一个具体结论和具体持续的马克思主义型 也不是说这个一成不变的 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型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 是因为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并用它来指导实践 因此才行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型 这两个行实际上是相互印证 也是相互成就的 一个方面来看 马克思主义型 它应该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型的前提和基础 而这个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它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构成部分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不行 那么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行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型 它是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型的一个充分的体现 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 没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型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型 它的说服力是不够的 认同度可能也不够强 正是因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型 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型 它才更有底气 因此这个补充来强调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型 其实更好地支撑了 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型的这个论断 这是我们对第二句话的这个理解 第三句话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是一个追求真理 揭示真理 独行真理的过程 这个重大判断 它是以真理为关键词 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这个历史进程 进行了一个新的定位 实际上也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 以及我们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的这个科学态度 也内涵了在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这个基本的遵循 理解这句话我觉得可以分成三个问题 我们可以自己的去思考一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它是这个追求真理 揭示真理 独行真理的过程 这里讲的真理很明显 它就是指马克思主义 我们就会发现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并在中国扎根 它是这个先进知识分子 和中国人民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一个结果 而这个中国共产党 这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这个百年奋斗 其实正好是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展示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的生命力 而这个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只所以能取得这个伟大的历史成就 归根到底 当然也是我们独行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 用这个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指导中国具体实践 独行真理其实就是坚持不懈的 来建立我们的所知所信 在行中来秉持信念 做到知与行的合一 我觉得这就是说 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它就是我们追求揭示和独行真理的原因之所在 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问一下 就是这一个中大判断 它蕴含着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真理观 其实它说明的是什么呢 它说明是一种理论是可以通过 揭示客观规律而成为真理的 而这种理论它一旦证明是真理 我们就应该坚决去捍卫去独行 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真理它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有一种理论它要成为真理 具有真理性 它不能够在纯粹的认识论范围内 在理论逻辑上去讲 只有在实践中我们才能证明 这个理论的真理性 另外呢 那个真理它还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 就作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 它并没有结束真理 而是为不断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而开辟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它是随着时代 实践 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这个开放的理论体系 只有不断的中国化时代化 才能避免教条化老化僵化 才能永保生机活力 才能不断发现真理 发展真理 第三个问题就是 这句话 就是对我们接下来推进马克对中国化时代化 提出了哪些要求 我觉得他想讲清楚的一个道理就是 要推进马克对中国化时代化 我们就要密切的关注这个时代的变化 要聚焦这个重大值时代课题 还要深化对这个客观规律的认识 勇于进行理论探索 我们经常说就是实践发展 勇无止境 追求真理啊 进行理论创新也勇无止境 我们说什么干什么都用马克主义经典作家 是否说过为依据 其实就无法推进马克主义的理论创新 理论创造 推进马克中国化时代化 要求我们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其实要有敢于说出前人没有说过的 新话的这个勇气 我们要推出具有理论的原创性 独创性的这样的研究成果 不断丰富和发展 当代中国马克主义 21世纪马克主义 这是我们对这句话的这个理解 那么第四句话 就是只有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世界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 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 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这段话我的理解是 它重要的还是这两个结合 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 对这两个结合的每个结合 都用了一段来进行了阐述 实际上大家想一想 中国具体实际 应该是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后面我们再提出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显然它是为了突出强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 其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它也不是中国具体实际 能够完全涵盖的 它也有着超越于 中国具体实际的外延 它可以作为我们解决 中国具体实际问题的 思想文化资源 我们把握这两个相结合 应该明确的是 同中国具体实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 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而不是这个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它需要把在中国具体实际中 形成的新的观点 把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一些理念融入其中 来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 实现我们这个指导思想的 与时俱进 可以说这个马克思主义 它不是两个相结合的主体 而是两个相结合 要服务的对象 也就是说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从中国具体实际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的一个目标 就是发展作为指导思想的 马克思主义 这两个相结合 当然有着不同的具体的要求 我个人觉得 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本质上处理的 它是这个理论和实践 主观与客观的这个关系 知和型的关系 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它更加突出的是这个古与经 中与西的这个先进思想理论 文化价值观念融合的问题 其实这也是我们党的20大报告里边 重点讲的 既然是相结合 那也就说明这个双方 它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就是相结合的双方 它应该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 这个相结合的过程 应该是双向互动的过程 结果它应该是双改变 双方都发生改变 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它要得到丰富发展 中国具体世界得到变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它要得到创新性发展 创造性转化 这才是相结合要达到的这个目标 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结合 而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它与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 它确实是有高度的契合性 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 并且作为我们党和国家 指导思想的基础和前提 但是强调两者结合 我们也不能只是着力探求 两者之间的契合之处 相同之处 我们要明白 就是能够实现相互结合的这个双方 它一定是有差异的双方 双方都有对方所没有的东西 我们这样的双方的结合 它才更有价值和意义 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这两者之间契合的地方 也要挖掘出独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些价值观念 将这些独特的一些价值观念 融入到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 不断地来丰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主义 21世纪马克主义意 这是我们对第四句话的理解 第五句话也是我们这一部分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要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就这句话它其实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这个六个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也就是坚持人民至上 坚持自信自利 坚持守正创新 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系统观念 坚持胸怀天下 其实这无疑是我们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 理解这段话可以给我们自己提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提出 并且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 就这涉及到我们提出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 根据这个上下文我们来看 很明显它是为了推进理论创新 就是进一步来推进这个马克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 不但丰富和发展马克主义 所以我们要提出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 当然了它不能仅限于此 提出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 它也是为了让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 能够更好地去把握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能够更好的去运用贯穿这一思想来分析问题 来解决问题 我觉得这是提出它的意义 第二个问题就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 它是怎么总结出来的 从这六个坚持里边我们能够看出来 总结这六个坚持 首先它是对马克主义基本原理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得出来的 比如人民至上系统观念 它其实也是对马克主义基本原理的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提出来 其次我觉得它是对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重要总结 比如我们要自信自利 守正创新 这就是对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还有的它的提出 我觉得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当今中国 乃至当今世界的问题而提出来的 比如说要坚持问题导向 要坚持胸怀天下 它都是为了解决今天的世界的问题而提出来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 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打在二十大报告里面 也提到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那么这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觉得可以用两句话来列结 一句话就是 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新时代表达 比如人民至上 正如我们马克思主义经常讲的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等 这样的观点是一致的 第二句话就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它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我们也不能假设 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永恒的 不变的 它其实应该根据这个时代的变化和发展进一步的丰富 比如今天我们需要强调的就是自信自立 强调这个手中创新 第四个问题就是 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坚持和运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其实我觉得世界观和方法论 它涉及到我们观察我们的时代 我们的社会 我们生活的这个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 真正坚持好好运用好这六个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实际上要落脚到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 每一个人的这个视野 思维 精神境界 领导能力 工作方法的这个全方面的提升 就从这样的角度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入脑入心 才能够从 把这个理论转化我们的行动 这是我给大家讲的 这个第五句话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主要的内容 也就是这么多 这个感谢大家关注 有讲的不好不对的地方 也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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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